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玄幻精品都人有声剧《都市之最强先帝》 旁白演播浅晓 精彩继续 第872集 我是陈牧 陈牧闭上眼 他感受眼下此时的身体 感受到了在这身体内存在了一个古老的世界 光暗大陆 这个世界很大 大得无法想象 大到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中等未面 陈牧在自己如今这夺舍成功的身体内同样看到了一个世界 地球未面 两者相连 却没有彻底的触合 夺舍成功 可世界却没有合二为一 光暗世界的天意也没有失败 凝望体内的两个世界 陈牧的叹息带着沧桑回荡在沧芒里 也回荡在他体内的世界中 光暗大陆 那是一个已不知死亡了多少岁月的世界 在那个光暗大陆的世界里 陈牧看到了熟悉的国家 看到了一处处修士门派 只是已化作了废墟成为了残骸 没有一个活着的生命 而整个世界也在他夺舍成功的那一刻变成了一个死去的世界 甚至这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光暗大陆的天意闭上眼 随着他身上死气的弥漫 一一一的凋零 我之前所经历的一切 是一场夺舍 而那些经历 是真实 同样也是虚幻 是真的也好 是假的也罢 都是属于我 处于光暗大陆的天意 一场在死亡前的回忆 在这回忆里 我成为了他 从这一点来看 我成功了 可若是站在他的角度 他的目标是吞噬 不惜一切代价的吞噬 而此刻 他也的确是失败 只不过是以我的意志 又成功了 沉默轻声地喃喃 看着体内死去的光暗事件 自语道 沉默慢慢地沉默下来 直至他没有喃喃的滴雨 只是时间在这苍茫内不断地流逝 仿佛他的一个思绪的变化就过去了千年 直至沉默抬起了头 收起了掌心内的天道灵魂时 他从这星空上慢慢地站起了身 在沉默起身的一瞬 整个星空内的漩涡 刹那间轰鸣滔天 那漩涡的转动使得这苍茫如成为了无边无际的怒海 而沉默站在星空之上 此刻的身影如同是这片星空的主人 这就是天地一指 沉默低声自语 只是这声音里蕴含的萧瑟 带着的痛苦 那是一种整个苍茫内只有他一个人的孤独 如人成为了仙神 又从仙神变成了唯我天地的主宰 沉默站在星空上 许久他重新地盘膝坐下 一个人于这星空之内闭上了眼 我已经走到了自己修炼的极致 闭目的沉默 在内心的叹息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几乎就在他吸气的一瞬 四周的星空漩涡 也在这一瞬轰隆隆的卷动下 齐齐直奔沉默而来 刹那间 就从沉默的身体所有位置全部涌入 直接进入到了沉默的身体内 在沉默的体内 这漩涡翻滚间不断地冲击沉默体内那已死亡的世界 渐渐地这无尽的苍茫漩涡 在那死亡世界的重心位置 在那属于骨葬的都城中凝聚成为了一个点 这个点如一颗种子在这一刹深深地埋入到了这个世界里 岁月流逝 转眼千年 千年后 这片本已死亡的世界出现了一棵树 那是世界之树 此树的根蔓延大地 以这苍茫为养分 缓缓地生长起来 如当年的浩浩去改变一个世界般 沉默如今也在一样的方式去改变自己体内的这个世界 他有无尽的时间 他有难以想象的耐心去一步步完成 一千年后 那正道树已参天 覆盖了整个世界时 这沉默体内的世界 已看不到了废墟 也没有了残骸 一切如同回到原点 可以看到山脉 可以看到江河 也可以看到沉默记忆里那三千年的骨葬国内 一切的一切 或许 冥冥中有种力量 让沉默在这夺舍中经历了三千年 使得他如今将在这世界改变时 慢慢地变成了他记忆里的样子 或许 这冥冥中的力量属于天意 但不管如何 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当沉默体内的世界 那颗正道树参天 树冠取代了天空时 沉默在这盘膝中 睁开了眼 我的人生有龙洞 于是这世界就有了洞 一如秋阳 一如下雨 一如春的盎然 这是人生 也是我的世界 沉默轻生喃喃时 他体内的世界里 从此有了春夏秋冬 沉默身下的陆地 在这几千年里 始终都在前行 使得沉默的身体不断地吸收着 来自苍茫中的力量 去滋养体内的世界 去改变那曾经的死亡 哪怕是如今这世界已经成形 已具备了四季 可沉默的前行依旧没有停止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沉默体内的世界里 也存在了岁月 仿佛那片世界已完整地成为一个整体 唯独缺少的是生命 轮回中 苍茫内 寻找他们的痕迹 直至当我找到了所有的痕迹后 便是我开明门之时 那将是我此生第一次开明门 也将是我此生最后一次 寒息坐在陆地上的沉默 凝望远处的苍茫 感受着数千年的孤独 他将永恒 这样的孤独没有尽头 这 就是创世 沉默轻声开口 凝望片刻后 左手向着苍茫一挥 立刻着苍茫翻滚间 无穷之力 木人凝聚而来 生命之间 时间流逝 沉默所在的陆地 与这苍茫内不断地前行着 孤独与寂寞的滋味 沉默已经习惯 却也只能去习惯 孤独了一千年 时间慢慢地流逝 沉默的身体盘膝坐在陆地上 漂浮在桑巷的身前 他的意志则是化作了数份 各自存在于他所找到的那些带着痕迹之人的身边 沉默睁开了眼 他抬起右手 在他的手心内有树团微弱的魂 里面有丁玲 红尘 雪儿 楠楠 父亲 母亲 等等一切沉默记忆里的面孔 这些人 他们只具备了一丝痕迹 可却不是沉默想要的他们 您刚才听到的是 玄幻精品多人有声剧 都市之最强先帝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巨社制作播出的 玄幻精品多人有声剧 都市之最强先帝 旁白眼波浅晓 精彩继续 第873集 世界在沉默的眼中变成了一对翅膀 当它展开时 沉默已坐在陆地上远去 在这苍茫内继续孤独寂寞的前行 就过去了万年 一万年 两万年 三万年 时间的这种流逝 没有丝毫的征兆 在这平静中 在第二个十万年到来的时候 沉默再次地睁开了眼 因为在它的前方出现了 那是一个世界 它悬浮在苍茫里 生机盎然 繁衍了无数的众生 甚至在觉察到沉默的到来时 这世界的天意 或许存在的岁月太久 以至于忘记了本能 还试图出现了敌意 但这敌意 几乎刚刚显露出来 瞬间 就立刻被沉默散除的意志 直接粉碎 颤抖 惊恐 骇然 刹那浮现在这个世界身上 没有去理会这个世界的情绪 沉默的意志 直接将这世界的四个翅膀 覆盖 蔓延进去 横扫之下 找到痕迹后 便分散凝聚了 在这世界天意的紧张中 沉默如之前一样 它没有去立刻选择 将找到的痕迹收走 引这样的收走 等于是亲手的灭杀 它不能 也不愿 它可以等待 等待这世界天意毁灭时 将这痕迹带走 时间的流逝 伴随着这世界天意的紧张 直至这一季结束后 沉默没有停留 带着它找到的痕迹 离开了这只四个翅膀内 开始了世界重新诞生的天道意识 在这天道的紧张与忐忑中 沉默离去 沉默如海 我有在一次次的轮回中 去寻找他们当初消散时 遗留的痕迹 才可以融合在一起 成为属于他们的生命烙印 沉默凝望手心 许久许久 喃喃低语时握住了手掌 将其内的痕迹放在手心里 他松开了手掌时 向着身下的陆地 轻轻一按 这一按之下 那陆地猛的一阵 缓缓地自行转动起来 随着其转动 整个苍茫似乎也被牵引地转动起来 直至时间的流逝之后 这片无边无际的苍茫劲 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漩涡 这漩涡轰轰回旋 成为了一个又一个圆圈 这圆圈在沉默眼中 整个苍茫没转动完整的一圈 就是一场生命的轮回 随着漩涡翻滚的苍茫 将其内岁月的沉淀掀起在墓中 将那落入深处的尘埃飞扬于眼前 在这漩涡永恒转动的一瞬 沉默离开了陆地 走在了漩涡内 无论岁月会流逝多久 无论生命会轮回几次 他都会执着地走下去 于岁月里 找寻他们消散时残留的痕迹 于轮回中 留住记忆里相依相念与约定的不相忘 只为了相思相知与相见 在当年那丧相碎灭 掌落浑散的黑夜里 他就已经知道 如若此番不止 来世 后会也许无期 如千万年天上的宫阙中 等待苍天和时计 几回恍惚与浑息 而人间从此再也没有了人生 若只如初见 十万年 二十万年 三十万年 直至过去了百万年 沉默在这成为了漩涡的轮回苍茫中 默默地走去 他用出了他的一切修为 化作了神识 不放过丝毫的虚欲 一点点地仔细地寻找着 轮回中他们的痕迹 渐渐地 在这孤独与寂寞中 沉默似乎忘记了如何去开口 忘记了声音是如何发出 浓浓的疲惫 弥漫于他的身上 这疲惫不是身体 因为成为了天地意志的他 很难出现身体的虚弱 他疲惫的是他的心 不断地寻找 不断地失望 可却从未有丝毫地放弃 因为他知道 一旦松手 将再也没有了希望 唯有寻找 哪怕当苍穹死亡 当苍茫熄灭 他也要找下去 这是他的执着 这是他的路 第一个百万年 沉默这样走在苍茫里 寻找着 第二个百万年 他的身影依旧 他走过了一个新的世界身边 走过了一场又一场 漩涡的轮回 直至在第五个百万年 在沉默着内心疲惫 成为了压抑 那悲伤的感觉 触入他的灵魂深处时 在这苍茫中的一片区域 寻找了五百万年的他 突然身影一顿 这是他在这五百万年 第一次身影停顿 在这停顿的同时 沉默的头缓缓地转过 看向了一旁的苍茫 在那不断翻滚的雾气里 沉默看到了一个碎片 那碎片很是残破 在那雾气里漂浮 也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凝望着碎片 沉默双眼中 忽然露出了精芒 他右手抬起 向着那片雾气一抓 这一抓之下 雾气的翻滚 似乎被一股 超出苍茫的意志笼罩 瞬间静止 似乎不敢动弹丝毫 其内的那碎片 则是一晃之下 直奔沉默这里而来 轻轻地漂浮在 沉默的手心上 望着掌心内的碎片 沉默的脸上 渐渐露出了微笑 那笑容很开心 这是五百万年的寻找中 沉默脸上 第一次露出的笑容 灵灵 沉默的声音沙哑 五百万年 他始终沉默 似乎已忘记了 如何传出声音 使得他此刻的话语 沙哑中带着模糊 如一个老人在 风烛残年的尼南 这碎片的绝大部分 是石头 是一种在这苍茫内 由无数尘埃 凝聚于一起 形成的碎片 故而 它可以在这漩涡中 始终存在 因为这本身 就是尘埃的一部分 但在这碎片的 诸多尘埃里 有那么一叶尘埃 其内蕴含了 让沉默熟悉的痕迹 那是在地球卫面 沉默遇到的 叫做灵灵的女孩 属于她的痕迹 尽管这女孩 不是沉默最想要 寻找的面孔 但这碎片的出现 却是给了沉默 外人难以想象的信心 与更为坚定的执着 让她明白 她的这条寻找之路 是正确的 哪怕是时间 过去了再久 哪怕是再寻找 无数个五百万年 她也会执着地 寻找下去 此番执念 只为相见 轻轻地握住 掌心内的碎片 当沉默手掌松开时 这碎片消散了 其内那些 博杂的尘埃 成为了飞灰 只有那属于 灵灵的痕迹 如一个残破的魂片 悬浮在沉默的掌心 被沉默珍惜地收起 许久之后 沉默抬起了头 她的目中露出 清晰的光芒 使得她的双眼 看起来很是清澈 仿佛孩子一样 身子向前迈出一步 带着其执着 走了下去 时间的流逝 又过去了百万年 一年年的寻找 一次次的不惜 全部修为化作的神石 在这苍茫的轮回里 一圈圈地走过 您刚才听到的是 玄幻精品多人有声曲 都市之最强先帝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此近巨社制作播出的 玄幻精品多人有声曲 都市之最强先帝 旁白演播 潜晓 精彩继续 第八百七十四集 沉默不知道自己要找到什么时候 或许是一辈子 一道乌鸦悠久的生命 在不断地找寻 一如他记忆里的天意 在那陆地上打坐 不知道坐了多少年 当时间这里流逝到了 第十个五百万年时 沉默的表情 已经是近乎麻木 他的身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死气 这死气不是因他受缘的断绝 而是他在这苍茫中的孤独与寂寞 使得他的心 在不断地疲惫与寻找下 出现了死记 可就算是死记 也淹没不了他的寻找 哪怕是他已不再用双脚行走 哪怕他已经在很久之前 就盘膝坐在了苍茫前行 也依旧埋葬不了他内心中 对于相见的期待 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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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个五百万年到来时 沉默找到了夜望的痕迹 如夜望的人一样 他的痕迹散出的锐利之芒 有些夺目 那是一只存在于苍茫内的凶兽 头顶的脚 这只凶兽 此刻 趴伏在沉默的身前 身子颤抖 沉默的气息 他只是感受到了一丝 就险些被震慑而死 望着此兽头顶的脚 沉默沉默中 抬起右手向前一指 收回时 在他的手心内 出现了又一个熟悉的魂片 将这魂片很珍惜地收起 沉默闭上了眼 继续展开了寻找 岁月的流逝 在沉默的寻找中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个纪元 那苍茫内的八只蝴蝶 也都不知展开了多少次的翅膀重叠 直至第五十多个五百万年过去 沉默在这苍茫内的身影颤抖了 他的双眼猛地睁开 他的眼中露出了无数岁月里 最明亮的光芒 这光芒之强烈 瞬间让整个苍茫 轰鸣震动 沉默的脸上露出前所未有的激动 他的身体缓缓地从盘膝中站起 他迈出的脚步 甚至都出现了颤抖 他的目光正深深地凝望 前方的雾气内 一朵生在雾气里的小白花 这片雾气如雨目 这小白花在其内 仿佛是雨中的花朵 看起来脆弱 但却有着他特有的坚毅 仿佛也是在等待 等待着他要等的人到来 沉默的眼中流下了泪水 可他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他慢慢地靠近那雾气中的小白花 深深地凝望 正开口思要说些什么 可却已没有了声音传出 因为他已经忘记了说话 但这一切他不在意 他开心地笑着 那笑尽管无声 可这笑容的出现 仿佛让整个苍茫都出现了波纹 在这波纹的回荡里 沉默轻轻地抬起手 轻柔地将这小白花 从雾气里捧在了手心中 他眼角的泪水滑过脸颊 有那么一滴 滴落在了这朵小白花上 如露水 使得这小白花 似乎也伸展了枝叶 绽放出了让沉默恍惚地 巧笑艳然 那枝叶触碰沉默的手掌 温柔地感觉 一如沉默记忆里的美好 望着掌线的小白花 沉默开心地笑容 渲染了苍茫的轮回 他 再找到了飘雪 雨中的小白花 它叫做飘雪 没有忧伤的气息 对于沉默而言 这是他的执着与在意 仿佛也给他的生命 带来了阳光 使得之后的岁月中 沉默在这苍茫的轮回中 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痕迹 那些痕迹 尽管再没有出现 让沉默执着的面孔 可记忆里的点点滴滴 那些本是过客走远的人们 无论是曾经的敌人 还是擦肩而过的陌生 沉默都很珍惜地将痕迹带走 这一刻的他 已没有了对任何生命的敌意 又是千万年 当他找到了所有人时 沉默回到了苍茫的轮回中 最深处的其陆地所在的地方 在那里他重新选择了盘西打坐 最后再看了一眼这个世界 你 孤独吗 沉默沉默 许久 缓缓地传出了神念 没有开口的话语 只有这神念的回荡 在这苍茫里 久久不散 这神念 只有一个人可以听到 多少年了 你一个人存在 孤独吗 沉默的神念再次传出 回荡苍茫时 在他前方 于那苍茫的漩涡中 传出了一声冷哼 随着冷哼出现的 是一艘仿佛撕裂了苍茫 带着无尽闪电游走 凭空出现的古老舟船 在那舟船上 一个老人盘息而坐 此刻随着古舟的出现 他的双眼已缓缓地睁开 凝望沉默时 沉默也抬起头 看向老人 老人沉默片刻 沙哑地开口道 我们的道不同 这是我选择的路 这条路 我可以独活无尽岁月 以牺牲所有 来完成我的道 沉默再次传出神念 这条路 孤独吗 老人再次沉默 这一次过了许久 他的声音带着果断 传遍苍茫 多说无用 从你夺赦天意成功的那一刻 老夫已经败了一般 今时今日 无数岁月流逝后 你说出你的要求 老夫用尽所有 去完成就是 沉默轻声开口 抬起头 看向远处的苍茫 他的目中露出思念 露出惆怅与遗憾 他找到了所有人 身为前一代的世界意志 你痛苦过吗 值得吗 老人轻声开口 在看到沉默时 他已经看到了沉默的身体 正在慢慢地僵化 他的生机正在慢慢地减少 他已经将一切的生机 都融入到了体内的那个世界里 以自己的生机 来让那个世界存在生命 以自己的生机 来让那些被他找到的生命痕迹 从冥门中苏醒 这是我的道 我已不想继续孤独 沉默脸上露出微笑 他没有回答老者的话语 可这句话在传出时 也已然算是回答 沉默轻声开口 渐渐地闭上眼睛 或许在那个世界里 会有一个人 老人沉默 许久之后轻叹一声 大袖一甩 其身下的孤舟 木然飞起 离开了 属于沉默的苍茫 沉默的双眼已经闭合 这将是他此生 最后一次闭上眼 他的身体已彻底地僵硬 他身上的生机已经全部内敛 散发在外地 渐渐成为了浓郁的死气 他的生机触入到体内的世界里 融入到那一个个痕迹化作的生命烙印中 唯有这样才可以让这些生命的烙印 在他的世界里睁开眼 这些生命的烙印 在融入沉默的生机时 兴起了波澜 我以前无法带给你们什么 唯有让你们来延续 事后的故事 沉默的内心 回荡他的呢喃 时间慢慢地流逝 苍茫内的沉默 他的身下没有陆地 他就这样盘膝 坐在那苍茫中的漩涡轮回内 渐渐下沉 渐渐被那漩涡掩盖了身影 渐渐沉浸在了轮回里 可是一个新的世界 苏醒了 而在那个世界里 一个孩子悄然诞生 他的成长也伴随着一个个身影 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而他和他们 将继续一个新的故事 各位听众 都市之最强先帝 全本完结 感谢您的订阅与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紫金剧社 其他优秀作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